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我也不是今天开心 这一整年我过得都很开心 今年啊 你看 比赛 拿了名字 是吧 然后还跨圈跟很多一线的艺人录综艺节目 看了吗 超哥 贺哥 录哥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跟小李说 就你们淡总啊 我跟小李说这晚会我就不来了嘛 是吧 我说你说我今年跟糟心的事有啥关系 小李说还是有的 对于很多人来讲 滚蛋吧 2020糟心的事 你就是那个糟心的事 我最近确实稍微有点膨胀 其实今天我都不想请乐队了 我本来想给那些今天就 不上台的这些朋友们一些机会 是吧 上来给我办个奏 那个唐博呀 给我弹个吉他呀 贝斯啊 杨摩恩啊 成哥给我打个鼓 后来想算 他们也不会 会的话还能输嘛 没关录了 真小 我今天没有办法 我必须得嘚瑟 因为我今天真的失货太多了 所以如果我在台上说我今天过得不好的话 就非常得了便宜卖乖 非常讨厌 导演组说你这样嘛 你就给大家送些祝福嘛 我想了一下 大家今年其实糟心的就是疫情嘛 对吧 戴着口罩都憋坏了 所以我觉得祝什么都不如祝大家明年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祝大家早日把口罩摘掉 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糟心的事 我今天最糟心的就是我最近啊 所有的抱怨听起来都很像在炫耀 我最近就真的是工作特别多 然后压力很大 很紧张也很累 但我不敢说 因为很有可能啊 我说的是哎呦我太累了 真的没时间休息 但是朋友们听到的是 我缓了 就像我前两天 我给杨本文打电话 然后我问他 我说哎摩恩 稿子写完了吗 他说什么稿子 我说反过你的稿子啊 他说又没让我上 我说我好羡慕你啊 可以休息 这挺舒服的 当时 当时我说完稿 你不对劲 我赶紧找吧 我说不是 我说那个 萌恩你干嘛呢 他说我蒸螃蟹的 我说那螃蟹蒸得怎么样呢 他说啊螃蟹啊 红了就死了呗 怎么办 有点不习惯 只是简单 对生活的抱怨 我并不是故意 想引起别人反感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甜蜜的负担 不敢说我工作太多 怎么忙也不安 你分我俩活呗 不敢说我熬夜都包干 创作还是很难 我创作容易也就养肝了 当你有了一些收获 就丧失一些抱怨的资格 你还想咋呢 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祝福就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 对吧 明年大家都不敢来这个晚会 因为你明年收获很多东西 你上台之后怕被骂 不敢说自己骚心 我希望明年我看不到你们好不好 大家加油努力一下 所有人都收获着甜蜜的烦恼 不好意思上台说自己过得早 因为你说什么都像是在炫耀 明年你也不敢来 他也不敢来 每个人都怕自己得了便宜买乖 我们拼了命的邀请 也没有一个嘉宾敢来 甚至没有观众想来 除了 好运来 谢谢